原标题 皇位立即成了争夺的目标 最终耶律为之子耶律软 战胜了实力雄厚的祖母术律平 可三叔耶律礼胡登上地位 辽国随即进入辽世宗时代 不过辽世宗执政短短五年之后 却死于一场暗杀 凶手则是当年支持自己继位的四叔耶律 安端之子耶律茶哥 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本文就这个话题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执政 首先要说明了的问题是 为何当初耶律安端及耶律茶哥 父子会支持耶律软 关于这个问题 在辽世奸臣传中 有一段彻对父子之间的对话 世宗即为于镇阳安端文之 御持两端茶哥曰 太帝及耶律礼胡即刻 过过地 其容我辈 永昌王级耶律软宽厚 且与刘哥相识 以往于济 安端及语与刘哥谋归失踪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耶律安端与耶律茶哥父子 之所以做出支持耶律软 决定最为根本的原因 其实就是担心一旦耶律领胡称帝后 其容我辈 这说明着对父子与耶律礼胡的矛盾颇深 而选择支持耶律软 则是因为永昌王宽厚 对自己更为有利 由此可见 耶律安端父子的选择 其实并非站在大局上所做的考虑 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家族的利益 随着耶律软得到了辽国南 被两院大王及皇族元老耶律物质的支持 并战胜祖母树律平和三叔耶律礼胡登基后 耶律安端及其子耶律茶哥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父亲耶律安端被晋升为东丹国王 儿子耶律茶哥则为太宁王 后来耶律安端又被任命为大祥文 耶律茶哥也被唯一女十列军的重任 可见父子俩都得到了耶律软的高度信任 既然如此 耶律茶哥为何会在五年后发动一场暗杀次死耶律软呢 这又与耶律软登基后 辽国发生了两次 针对耶律软的叛乱相关 第一次叛乱发生在天禄二年公元948年 据辽史士宗记记载 天禄二年正月 天德 肖汉 刘哥 彭斗等谋反 朱天德 仗肖汉 谦刘哥于边 发彭斗使侠夹资国 值得注意的是 这场叛乱中的刘哥和肖汉 都是一年前耶律软继位的支持者 这场叛乱证明 在辽国内部对于皇位的争夺仍在持续 耶律软的地位依然不稳 或许这正是为了稳定局势 这场叛乱失败后 耶律软对于主谋肖汉和刘哥等人并非深究 第二次叛乱则出现了天禄三年公元九百四十九年 记载同样出自辽史士宗记 肖汉及公主阿布里谋反 汉佛诸 阿布里于此狱中 更深 四舍 内外观各进一街 在这次叛乱中 耶律软哥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辽史逆臣传称 肖汉赋予 公主以书解明王难短反 乌至得其书以斗 而在耶律乌至传宗则称 耶律乌至表列害凝王查哥阴谋事 上不听 由此可见耶律查哥的确参与了这一次叛乱 只不过耶律软不信 这才逃过一劫 与第一次叛乱一样 这一次叛乱也是由原本耶律软的支持者发动的 刘哥与肖汉发动叛乱 是为了争夺皇位 这不解释得辽国内部的矛盾激化 同时也让擅长投机的耶律查哥 发现投靠耶律软并不保险 因此 在第二次叛乱发动时 耶律查哥便与叛乱者有了接触 目的也非常明确 是为了叛乱成功后 为谋取更大的利益 耶律软平定了两次叛乱 但辽国的局势并未得到稳定 反倒让耶律查哥蒙发了誓杀耶律软 自己称帝的巨大野心 故此 到了天鹿五年公元951年 耶律查哥利用与耶律软出征之际将其杀死 自行称帝 参考书籍 聊时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子 任编辑 有点赞考书